請署長 委員好 署長好 署長我就今天今天的修法 有關化妝品 衛生管理條例 24條的修法 我提出一些 問題跟你做個探討 就是我們修 修24條 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 加強取締化妝品 然後強調 強調他的 功能療效嗎 那在這個 假如是的話 之前還沒有 修法之前你們都是依照 要事法第九十一條開法 是不是 還是 本來就有 那個 化妝品管理條例裡面本來就有 本來就有 對 本來就有罰則 是 本來的罰則是多少 十二到六十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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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五萬 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哦 對 所以 所以 化妝品的 的 罰則 原本就比較輕 是 是比較輕 比一般的輕 對 比那個藥事法那邊來的輕 因為這個也是因為 看他的那個 影響程度 對 藥事法就是說 假如 假如不是 不是本法所稱的藥物 不可以 不可以 有 有效 效能 的標示或宣傳 是 對 所以化妝品 你們是覺得 是比一般的食品 應該要罰的輕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一次的修法 就是希望把所有的都 調整一次 調整一次 也沒有啊 因為我看你們現在 現在 現在化妝品的 法則還是比較輕啊 那個如果 療消什麼 講說 八委員 我們在這一次修法裡面 如果他是廣告 刺激到療消這一塊的話 都調整一次 就60到500這樣的情況 對 我們重點是放在這個 他療消 60到500 對你們 你們調成60到500 可是 藥事法是 60到2500 那是未藥的 所以這次藥事法沒有修 他事實上比較遠 沒有 我現在問的就是說 就是說你們是 在 在本質上 就覺得 化妝品的 的 的 危害 是比一般的 的 更輕一點嗎 是 但是我們是 著重他 他不應該宣稱療效的地方 他宣稱的療效 對啦 就是不應該 就是 不管是化妝品也好 食品也好 不應該宣稱 宣稱我們都處罰嘛 我 我原本要問的就是說 就是說 你們在罰則上面是有 是有 區隔的嘛 是 是有區隔的 一個是 一個 我們現在講說修法以後好了齁 化妝品是 六 六十到五百嘛 那一般的食品是 六十到兩千五嘛 六十到兩千五 沒有 一般食品也是六十到五百 那只有 藥事法原來現行法律就是六十到兩千五 對啊 對啊 那是在有 參有 西藥的時候 不是說 他現在有兩種 一種是說 他不是參有西藥 好 那他 但是他 也是 也是六十到五百 對 那如果參有藥 他就變成一個 這個胃藥 或是一個 禁藥的部分 那他就必須要 處分比較高一點 所以藥事法第六十九條 規定的非本法所稱之藥物 就是 其實他還是 他本質上還是藥 他可能是精藥 是 沒有經過許可的藥 是 沒錯 是不是 好 好 大家請我 我幾個問題簡單跟 跟署長做個探討 是 謝謝 署長 我們知道說 從今年一月份開始齁 離島居民只要滿六十五歲以上免健保費 對 那 應該是包括 補充健保費 對不對 這個我想局長來 來 說個解 補言早 按照我們新通過的那個應該是所有的 所有的健保費嗎 是 那 那 澎湖現在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有一些已經 已經在去年底就先繳上半年 那個會退費 只要有先繳的會退費 收到單子也不用去繳 是不是這樣子 報告委員按照那個法律通過他的時間點應該是以今年元月一號 對 為取針點 對 會以這個時間來說 所以假如繳的叫他們也不用煩惱 就是會 那是一定的 會 是 那這樣子 你們在 在 在課的時候 在 免健保費的部分 二代 就是 有關補充健保費 你們可能要去做出一套 一套 處理的規則 報告委員有關 我們剛通過的這個法案 我們在這個禮拜 會召集相關的單位 包括金建會 包括金門馬祖 澎湖 屏東 台東的相關人士來討論這個草案 好 麻煩一下 這個禁訴 因為有很多民眾在詢問相關的問題 那 署長 因為 這個是 是 是 這個會期的最後一天 我在就澎湖 我們之前講過的 新導管市 的設立 到底 大概什麼時候會完成 新導管市最近怎麼樣 還有照顧數 報告委員 這個澎湖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才剛再去 帶三家醫學中心去談 包含我們 齊美 還有高廠 還有三種 一起去講說我們怎麼樣去 提升他的 集中症的處理能力 所以到時候呢 這個計劃 確實開始執行之後 這個新導管市應該是 能夠在 比較短的期間 之間完成 這個是兩個案嗎 這個是兩個案 沒有關係你 你先 先講這個案 跟委員報告 新導管的部分 醫師處已經批准了 那現在已經在 上網作業中 應該是很快 因為已經 才一個多月前 我相信他 他應該最近 一個月內 應該就是差不多可以 招標完 招標完成那個東西 是 要從國外來 可能要等時間 海運要等時間 因為這個 這個新導管是有一點 拖到時間 因為我們 我們大概 衛環 從四月份去 去 去 澎湖考察的時候 是 田柚錦 招委是職業要求三個月 後來我說半年 那也拖了將近一年了 這個 這個要迅速 可是我一直強調 更要確實 因為這個不能開玩笑 是 好不好 我想這個 他 澎湖醫院已經通過 這個中度急救責任 也就是他對中風 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對外傷 可以處理 那麼 所以 他這個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他一年還要來複查 那就是因為他 心導管 要完成 所以這個我們一定會 努力 醫學中心的資源 對 醫學中心的資源 你剛才講到一半了 醫學中心的資源 主要是 報告委員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就是 心導管是 在成 就是設置完成之後 接下來我們的人力 專業程度提升 那我們希望說 他在特照中心的部分 就是心血管 這個處理的能力的部分 能夠達到認證的標準 一 沒有 我講的是就是說 以後長庚跟其美去澎湖 支援以後 好 他醫生的支援數 好 夠不夠 好 因為其實我 我 我坦白講 好 鼠立澎湖醫院現在是 是 不要說 五大皆空 是十大皆空 好 所以 既然 既然要來支援的話 次專科醫師的人數也要夠 然後 來到澎湖以後 的住診時間也要夠長 我常常說澎湖 長期面對一個 醫病信賴關係嚴重不足 這樣子 這樣子就會導致大量的 附臺就醫 的情況 這個 這個 什麼時候會開始來 來支援 那個 上一次的協調結果已經 針對 比如說像 鼠立澎湖醫院他們 需求的人力 然後各醫學中心 可以開出的人力呢 其實 基本上 有一個方向了 那有一個 就是剛剛所 委員所提到說 醫病關係的 這個問題呢 我們有朝向說 盡量讓他 比如說像 重點科別 能夠在很短的 比如說能夠 在幾個月 都是常駐的方式 那目前在協調當中 希望那個 每一個醫師來的 待的時間能夠 越長越好 我最後 我最後這樣子講 就是說 醫學中心要 要支援偏遠離島的醫療 我們在看的 應該 應該要著重於 到底 到底 被支援的 地區 需要的醫師人力是多少 而不是 醫學中心可以支援的多少 醫學中心 假如說 兩家 醫學中心來支援 一個屬立澎湖醫院 這樣子還去考慮 醫學中心的 可以 可以提供的 那就再多一家 齁 那就再多一家 因為我 我想我們當初 當初的構想 構想全部是 是著眼於 怎麼改善 偏遠離島地區 的醫療 所以 假如說 還一直讓 醫學中心 有很多理由 來 來做 做 做 不完全的 的支援 齁 這個 我想是不應該的 好不好 你們盡量去 去支援 齁 也謝謝你們 對 離島 偏遠地區 其實我 真的我一再說齁 我是有感受到 你們的誠意 齁 啊 我也希望 你們記住 我要改善 朋友醫療的決心 齁 謝謝 我們了解 謝謝 好 謝謝 請將會